尤其 歌詞 歌曲 曲 李宗盛 好 這樣吧 有這麼多 一桌 我長久一點 來 沒名字 各位請坐 我承受不起 拿到這個獎 心情 不知道很沉重还是很快乐 因为这是我根据统计 是第14次的提名 感谢金马奖 感谢评审团 感谢李安主席 也感谢金马奖所有人 我心情有点激动 因为我在46年前第一次提名 然后中间一直陪很多公子读书 实际上我心情也因为 一再的可能没有拿到奖改变 慢慢我觉得我应该让片子更好 而不是说我想得这个奖 所以我一直很努力的跟影片融在一起 当然这个过程我要第一个感谢 大总跟黄继导演 你们拍了一个这么优美的片子让我剪 而且大总导演还是前面的初剪细剪的人 我也感谢杜门 我的助理帮我做了很精切的操作 事实上 我一路走来 我要感谢很多人 因为很抱歉 因为13次没得奖 我把13次画一次把它夹完 我从进来 三位跟旅行导演 丁善喜导演合作过 有很多人帮过我的忙 然后事实上在1982年的新浪潮 虎孝贤导演 杨德昌导演 万人 郑壮祥 柯毅正 陶德成 张毅等导演 他们都是一直跟我一直工作 然后其中 有一个导演一直说 你拿不到奖的 你剪我的片子永远拿不到奖 那就是侯孝贤导演 我每次提名 他就看到我就摇头 看下你是没什么可能会对 但是 我觉得 我从侯导演一直工作 事实上我是从 我进中影 他也进中影 我一直工作到现在 我跟他一起工作了49年 然后从整个一直过来的过程中 事实上 我在剪接每一格 每一格的片子 侯导都陪在我身边 我剪每一格 他大概怕我剪错一格吧 我们两个相处的时间 比我跟我老婆相处的时间还更久 这一直走过来 他一直用他的资源 用他对我们所有工作人员 包括杜师傅 包括平兵 包括所有的人 他一直用他的资源 用他非常宽度的 大度的一直帮我们忙 所以事实上 我从他那边学到了 学到了怎么去 言以利己 快以待人 但是我们一定要要求最后的结果 事实上 我要跟导演讲 诶 导演我终于拿到奖了 而且我每一格都没有放弃过 谢谢 刚才我在后面看到廖桑 一直讲给你们他的故事 对我来说 跟他一起剪辑的是 其实我剪辑的时候 我看他 感觉他不是剪辑那个故事 好像他剪辑一个人生 所以感谢廖桑 还有石梦的救赎 谢谢 谢谢颁奖人 恭喜得奖者 请不吝点赞僵